有萧条就有繁荣 繁荣完了一定会萧条 而用和平与繁荣掩盖自己得位不正的联昌幕府职权们 面对萧条突然来临时一定是无力回天 虽说原奈朝及其职氏子孙担任联昌殿仅三代 但是他的妻子北条正子的家族北条氏 以职权做的形式接管了实权 日本的第一个武家政权联昌幕府得以延续下来 自然矛盾的另一头是天皇和公家组成的朝廷势力 武士说到底 本来也应该仅仅是保护天皇和公家贵族的护卫立场 但现在贵族集团却被这群人指手画脚 自然不能接受 于是历代天皇都经常在联昌幕府露出破绽时 试图夺取权力 然而联昌幕府建立不久的陈九三年 也就是南宋家定十四年 后鸟与天皇发动陈九之乱 结果遭到碾压式失败 这像全日本表明了幕府现在要比朝廷强大得多 反而巩固了联昌幕府的政权 陈九之乱的直接结果 是联昌幕府在京都设立了六波罗探题 这是一个监督天皇家族是否有不安定因素的组织 如果有的话 就要在天皇发动叛乱之前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联昌政权没有发生过重大动乱 北条家在此期间推出了欲成败世幕 以法条的形式进一步巩固稳定局面 在这一和平时期中形成了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的文学和思想 评价物语和小昌百人一首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净土真宗和法华中的佛教思想也在日本民间迅速传播 然而长久的和平被从外部打破 在北条时中执政的年代 黄金家族几乎完成了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征服 孤全海外的日本列岛也不能免俗 文勇十一年也就是南宋贤淳十年 袁智元十一年 和鸿安四年也就是袁智元十八年 袁氏族忽必烈两次派遣军队渡海远征日本 日本称为袁寇事件 也就是对马岛之魂的游戏背景事件 虽说联昌部府奋力抵抗之后 避免了被征服的命运 但是战争和重建工作消耗了巨大的国力 而且对于共赴国难的西日本诸国武士大名们 联昌部府没有给予任何实际上的奖赏 引发了武士们对部府中央的强烈不满 以武加利国的联昌部府的统治变得摇摇欲坠 直到正和五年和文宝二年 第十四代职权座北条高石 和第九十六代天皇后醍醐天皇分别职位 两个势力的新领袖将要彻底解决现在的问题 正宗元年 后醍醐天皇发动正宗之变 试图推翻联昌部府正便遭到镇摇 之后的元宏元年 后醍醐天皇再次发力发动元宏之变 还是被镇摇 自己也被联昌部府流放到隐旗 然而就在这元宏之变中 后醍醐天皇邂逅了他命运中的男人 与真田姓村并列为日本三大悲剧英雄之一的南部正成 此时的南部正成是一个没有祖君的武士集团小头领 在当时被称为恶党 现在我们一般称为烂人 对这些恶党而言 他们需要接触权贵恢复武士地位 对于没有军事力量对付幕府的天皇而言 他需要这些有战斗素养的人给他卖命 双方一拍即合 南部正成形容他与后醍醐天皇的邂逅是 一直阴暗的人生道路突然通向了光明的世界 言归正传 虽然后醍醐天皇没能推翻幕府 但是两次叛乱足以动摇连昌幕府的根基 也是向全日本昭示了连昌幕府的统治力已经不再稳定了 一年之后后醍醐天皇认为时机成熟 从隐旗逃出 很快他又邂逅了命运中更重要的男人 竹力高士 也就是后来的竹力尊士 本来竹力尊士是被连昌幕府拍到京都去镇压后醍醐天皇的 但是竹力尊士本是高贵的清和元士后代 而且武力值极高 对幕府的指手画脚早就相当不满 而且本来幕府将军就只能是元氏出身 现在北条氏自己做不了幕府将军 就自称职权 这看在竹力尊士的眼里 就像是中山晋王之后不爽朝丞相 于是当竹力尊士到达京都之后 并没有攻击天皇 而是直接转头进攻他的盟友六波罗探提 直接交了投名状加入后醍醐天皇阵营 关东各国的武士们得知竹力尊士去了京都秦王的事情 对幕府不满的大名们纷纷聚集在尊士的儿子千寿王的周围 形成了足以与连昌幕府一战的势力 现在无论是在京都还是在地方 反对北条氏的势力都已经集合起来与北条氏对峙 而西国势力又迟迟没有恢复元气 都选择作弊上关 最后的战斗一触即发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元洪三年起兵叛变的新田一征 新田市本来也是元氏后裔的名门望族 但是和被北条氏统战的足利是不同 新田市一直都是被北条氏打压的对象 看到北条氏的统治岌岌可危 新田一征痛承多年积怨 重新集结家族力量 率领150人举起了反旗 宣布对北条氏发起进攻 就在新田军进军的过程中 不仅是新田市的族人 沿途对北条氏不满的势力群奇响应 新田军的数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的撞到 他们一路势如破竹 迅速击败了幕府派来的评判部队 5月18日 新田发兵后仅仅三天 就打到了北条氏的大本营连参城前 此时的新田军已经有两万七千人 与幕府军主力对峙 接下来的三天里 新田一针采用走三步退两步的方式 慢慢接近连仓城 但幕府军人数依然占优 成效平平 5月21日夜 新田军大队如获神柱攻入城内 太平记记载 幕府军在北面布置了数万军队 建起了数道离墙防守 南面则有绵延两千米的舰队 用鲁剑阻止新田军进兵 一针脱下铠甲站在石头上对龙王祈祷 祈祷词中说 请倾听我的请愿 我听说创造了日本的天造大神 起源是大日如来 为了拯救民众会以龙神的姿态 显现在大海源上 我的祖君后提胡天皇 乃是天造大神的子孙 如今却被臣子背叛在西海流浪 现在我一针贯彻臣道 辅助天皇 来到手持武器的敌人挣钱 我们所求 乃是辅助天皇陛下 创造能让国民安心生活的世道 全世界的龙神们 如果听到我一针的忠义之心 请速速退朝为我军打开道路 言必他将自己的黄金钛刀拔出扔进海中 之后海水迅速退朝 形成了数千米宽的海岸线 新田军士气大震 当然这是新田一针 事先知道退朝的时间而言的戏 但激发起来的士气却是真实的 士兵们沿着海岸线发起冲锋 攻入了连仓城下厅 此战双方共振亡六千余人 5月22日 大势已去的连仓部府最后的职权座北条高石 在家族成员们的陪同下 来到北条家家族墓地所在的东盛市 在那里自杀而死 随后283名连仓部府的官员自杀殉祖 连仓部府至此灭亡 对于北条市 我称不上喜欢 但是繁荣和平的连仓时代 以这种方式结束 却是令人动容 繁荣与和平终究会有终结的日子 但是好日子本身确实并不能真正阻止矛盾的积累 在繁荣时代有能力掩盖矛盾时 就任由矛盾激化的北条市 只能接受繁荣结束之后迅速灭亡的结局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